同居風暴爆了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被週刊拍到 和同黨發言人 顏若芳同住一個屋簷下 男女主角用分租 當藉口想洗白 但立委婚外秦怡雲 可沒這麼容易就糊弄過去 討論度持續衝高 只是綠色媒體刻意不報導 或是僅用非常小篇幅 不痛不仰視的報導 讓學者看不下去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公共人物並不是過去的貴族 貴族的貴族 不能碰 正好是相反的 因為你現在 我們講實用明紙明膏 你必須不得逃避任何檢驗 怎麼有四家一台 有四台是完全不報導 或者一爆以後突然撤掉 其實媒體撤新聞 是很少很少見 怎麼扶元愛的一大堆 對 這不是兩個完全相同的事情嗎 都是公眾人物 都是公眾人物 實際上就是說對我們人民來講 尤其對拿名紙明膏這件事情來講 你王定宇 對人民的公眾性 是遠勝於扶元愛 綠媒是視而不見 還是背後有蹊蹺 媒體集體蓋台單一重大事件 明明牽涉立委私德問題 該檢視的時候 綠媒卻到了晉升地步 NCC難道不管嗎 想當年民進黨就主張說 政黨要退出媒體 但是王定宇這個事情 基本上是私德的問題 跟政黨 政績也沒有什麼關係 居然媒體會晉升 而且是一致性的 對這個媒體完全不加以報導 我覺得這真的是 台灣民主政治發展這麼久以後 這相當墮落的一個情況 這基本上絕對不是王定宇太厲害了 那這一定是什麼呢 民進黨吧 因為民進黨完全控制 才會有這樣一個情況 這完全是政黨的黑手 滲入媒體的一個情況 NCC去年關中天新聞台 列出的四大罪狀之一 就有新聞直播遭受不當干預 如今王定宇事件被質疑 綠營黨政人士靠派系掌控媒體 NCC卻默不作聲 NCC作為國家的機器 其實它對於媒體的一些公正的報導 或是正確的報導 它當然會有一種主導的力量 換句話說 它可以透過各種管道 來呼籲民眾 重視我們的電視媒體的 播報的一種品質 民眾對於單一的新聞事件 其實它絕對可以做檢舉 以及呼籲我們的政府機關 以及一般的民眾 都能夠知道說有什麼樣 在媒體運作上的 不妥的這種情況 這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它就要持續 要累積 然後要制度性 媒體有角度的問題在報 其實某個部分是可接受的 比方說你站在房東的角度 在看這件事情 還站在房客的角度 在看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其實是你可以 有不同的角度 比方說8000塊是貴還是便宜 是都可以討論的 對 可是不能夠當作 它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樣的情況 就變得有點可怕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捲入婚外情事件 綠媒也很怕 NCC不坑一聲裝瞎還是裝傻 難怪網友還是那句老話 諷刺NCC早就張希希 打開 我們很喜歡的 一個人 兩者 不會 放開 wondered 你 怎麼